迈入第13年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6月30号开幕之后 热气球嘉年华光雕音乐会在7月1号晚上也登场 除了首次参与热气球光雕音乐会的妈祖球之外 还有总计20颗国内外造型球带来华丽阵容的光雕展演 而无人机群也联合热气球进行了高空演出 点亮了录夜高坛 无人机缓缓升空草原上热气球各自发着光亮 不到议会无人机变换图案 以3D的方式呈现妈祖球 迈入第13年的2023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 在6月30号开幕之后 热气球嘉年华光雕音乐会也在7月1号晚上登场 除了首次参与热气球光雕音乐会的妈祖球之外 还有总计20颗国内外造型球带来华丽的光雕展演 今年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增加到60天 而热气球光丹乐会更是历年最多场次 共有9场 除了延续往年场域 今年更首次挑战全新场地国际地标 这是我们第13年举办国际热气球嘉年华 因为疫情的关系过去两年都是缩小规模举办 今年我们满满的60天来给全台湾提供最棒的活动 开幕观点乐会更邀请到歌手演艺阁 以及马来西亚创作歌手黄明志压轴演出 现场观众也纷纷拿出手机与歌手一同享受 一片灯台点亮了度野高台 我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很震撼 因为我觉得看到那个什么 无人机的时候 就是我直接一个震撼到 今年比较多了 然后无人机也更震撼震撼到我 今年热气球光丹音乐会 一历年最多9场次举办 7月20号以及8月28号 闭幕光丹音乐会 军会以700架次的规模 热气球光雕以及无人机群飞进行展演 而开幕晚会 入夜高台现场爆满 精彩成都也让观众大呼过瘾 这番坠路也相报道